不是你的别去抢求,非尽心思讨好,却换来的不需要,是尽对一个人好,却得到是不重要,不要把时间花费在一厢情愿上,打扰了别人,做见了自己,不爱理你的人就别去打扰了,陪我笑脸还丢了尊严,打电话对方不接,就不又一次又一次重播了。 珍惜你的人会第一时间打来,把人家补回,就不再发了,想你你的人再忙也会回一下,人生在世,注定要受许多委屈,而一个人越是成功,他所遭受的委屈也越多,要使自己的生命获得价值和炫彩,就不能太在乎委屈,不能让他们揪紧你的心灵,扰乱你的生活,要学会以小自治,要学会超然带致, 要学会转化学能,智者懂得隐忍,原谅周围的那些人,在宽容中壮大自己,当你看懂一个人的时候,你会感动,当你看透一个人的时候,只会心寒,越来越任性,是因为爱德太深,越来越沉默,是因为伤得太痛,能让你伤心的,都是你在乎的人,带给你痛苦的,全是你认真的情,不要以为你真心, 别人就会在意,更不要觉得你死心塌地,他人就能一心一意,不要想求自己再多的关心,感动不了不爱你的心,在长的等待,等不来不想你的人,其实,爱你的人,不会让你痛,想你的人,不会让你等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